因為同學可能比較有問題 這個控制箱 這個主要就是你要做什麼東西在表單上面 反正都是由這個控制箱 控制箱去新增 那裡面比較常用的就標籤 這個標籤主要就是做這個 前面這個東西 它就拖拉就可以了 理論上我的習慣是 我只要做一個當飯粉 其他用複製的就OK了 另外還有常用的像這個ABC 在AB的話是這個 其他像什麼下拉清單 這個現在用不到了 未來我們可以用到 就是讓使用者可以用下拉的 裡面可以先幫他放一些資料 他可以用選的 然後還有這個清單 這個我想後面還可以放圖 這個是按鈕 分別就把它放過來 這個可能還是要多花一點時間練習 只要你的工作裡面 有類似的需求 你就可以都把它試試看 反正做久了之後 你大概就知道怎麼去設計一個表單 那設計完之後呢 當然你就是啟動它 看到它 當然不是直接從這邊 如果我是一個設計者 當然我可以從這邊執行 可是不是一般人的話 記得從這邊啟動表單 只要一行嘛 叫home.show 另外可以隨表單啟動 再來的話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就是 怎麼樣讓它輸入進來 輸入的部分 其實是比較 算這裡面越來越困難的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將來要撰寫那個 怎麼樣讓使用的 點它一下 資料可以輸入進去的話 那因為呢 我的程式喔 記得喔 現在寫在表單的 這個按鈕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把它點兩下 程式是寫在這裡喔 OK喔 因為有些同學找不到 寫在哪邊喔 然後呢 就把它隨便亂貼 之前有同學是貼到模組裡面 那就看到白色的地方貼上 奇怪 怎麼都不會work 因為理論上應該是貼到這裡面對不對 有同學怎麼樣呢 就是不是貼這裡 他就看到那個 我上面這邊有程式啦 他就是直接把這一段程式有沒有 直接從這邊嗎 貼到新增按鈕 他就直接從頭到尾 他也是從頭到尾貼啦 而且看起來也都貼對了 看起來 看起來好像都蠻像的 不過他是貼到模組裡面 貼到這邊來 有啊 然後老師為什麼不能執行啊 他就真的執行看看 就把這個一樣執行 按下去 真的沒有執行 那有沒有呢 其實他就切過來 這邊也有啊 但是放錯位置啦 你放錯位置 他也不會執行喔 特別注意喔 那要放哪裡呢 記得喔 就是放在 其實你複製的時候啦 其實可以不用全部複製 假設我把它delete的掉 記得喔 是在當表單被點兩下的時候 不是點了 點一下啦 可是設計的時候要點兩下 那執行的時候有沒有 是點一下 OK 所以click 他會是一個click click是點一下 當然他裡面也有其他的事件 叫double click 不過你不要選這個 如果你選這個的話 變成說執行階段 一定要點兩下 他才會去新增喔 OK 這個後面這個部分屬於事件 事件意思就是說 當使用者做了什麼事情的時候 才會去執行底下的程序 OK 所以這個概念要有喔 那基本上我們是click 當他被click的時候呢 記得喔 一定是一個sub and sub 中間的程式呢 就是剛剛講的這一段 所以你就是 假如說你要直接用我的 你就是中間這一段 不過我是建議啦 你可以重新再自己打過 有些如果會的話 就不需要 如果你不會的話 那我是建議啦 你可以在這邊 直接把這個地方輸入 那比較會有問題的應該 我剛剛講的 第一個就是這四個 是 從哪邊抓呢 從那個表單裡面的1234 所以呢 基本上執行的話 我這邊是個中斷點喔 1234 填到哪裡呢 填到1234 OK 那乘4的話 基本上就剛剛講的那四行 上面要需要抓到 他最下面那一列 下一列的話 所以呢 基本上 我這邊先AAA Enter 輸入一個資料 Enter 再按Enter 這個時候有沒有 資料呢 因為這邊設了個中斷點 中斷點就是旁邊這邊有沒有 可以點一下 他會停在這裡 那基本上 他就直接幫我怎麼樣 執行過去 1234 填到哪裡呢 填到這邊來 哪一列呢 第R列 那為什麼是R呢 因為向下追蹤 加了E之後 有沒有 所以上面五行 就是剛剛講的啦 OK 應該可以理解啦 那未來如果說你現在記不得沒關係 拿來當範本也可以啦 好 那接下來當然有 這個前面四個是 我們從什麼 表單裡面輸入的 後面三個是什麼 自動帶出來的 那自動帶出來 你想自動怎麼帶出來 這個應該沒問題啦 就是前面三個數字 相加之後 除以3 然後呢 我希望小數點 第一位的話 有沒有 外面包一個run的 不過我剛剛講話 因為在表單裡面輸入是文字 可是你要轉換成數字的話 這邊有個Cint C的話是Change Type 基本上就是轉換那個資料型態 本來是文字 轉換成整數 那當然好特別重要 Cint int是整數的意思喔 可是如果說你輸入的時候 有小數點的話 比如說86.5 如果Cint的話 int它又怎麼樣 把那個.5 去掉 就沒有小數點 所以如果說 順便提一下 如果未來你要把裡面資料 假如說有小數點的話 你可能要另外一個 叫什麼Double cdbl 這個 c一樣是Change Type 然後呢 dbl 是Double的縮寫 Double指的是有小數點 通常會用這兩個 如果你有小數點的話 那你就用 cdbl 順便提一下 因為 現在還沒有同學問到 不過我順便講一下 不知道之後有同學 剛好輸入文字資料裡面 剛好有小數點 結果 老師你為什麼轉換過來之後 小數點被你 這個函數給去掉了 變整數 如果有這個問題的話 你就把它改一下 double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一樣相加 那 一樣就幫我把它平均之後 丟過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我把它執行這一行 有沒有 它把這三個東西 丟到這邊來之後 處理完之後 又丟到這邊來 所以剛剛我執行這一行 他就幫我把這個結果丟過來 丟到這邊來 實際上就等於丟到這邊來 好 那合格不合格的話 因為之前我們有用一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的話 基本上插入函數裡面有 可是呢 在表單裡面一樣可以用 那怎麼用呢 其實直接輸入 成績函數 錢瓜糊 它就會出現什麼 你給我一個平均成績 我就給你一個什麼呢 成績的那個 平定的方式 合格跟不合格 所以你會發現 錢瓜糊他問你說 平均成績 那平均成績在哪裡呢 平均成績其實就是在 這個裡面嘛 對不對 所以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Ctrl鍵按住了 複製過來 我把平均成績給他 他就幫我怎麼樣 把這個結果 直接輸入到這裡 那他輸入的方式是這樣的 按F8 他會跳到哪裡呢 跳到這個Function裡面 然後呢 順便幫我把這個 86.7帶過來 然後讓他去判斷 欸有沒有合格 合格 欸他就幫我把 什麼 返還回來 所以成績函數 返還之後有沒有發現 欸 合格出現了 應該了解那個 Round邏輯吧 但因為 讓同學了解一下 那 這個成績多重 這個ABCD嘛 一樣的方法 打一個什麼呢 成績多重 錢瓜糊 他一樣會問你說 欸 你給我一個成績啊 成績一樣在哪裡 在這裡 所以基本上 我的習慣是 直接把 這個E欄裡面的資料 有沒有 習慣 很簡 就是拖拉一下 按Ctrl鍵 把這個東西有沒有 裡面的資料帶過來 後刮一下 他就講 幫我直接帶到哪裡呢 欸 一樣是這個 成績函數多重 帶過來一樣是86.7 讓他去判斷一下 欸 A 返還回來 那你會發現呢 返還回來之後的話 他就會把什麼呢 把那個 結果A 輸入到這邊來 最後就 後面就是游標 因為我要確定說 游標是不是在 這一列的這個地方 所以我多寫了這個啦 主要是 因為如果你的資料很多的時候 怕他沒有停在這裡 會找不到資料 再來的話呢 把那個Testbox 文字方塊裡面 現在輸入的資料 全部都幫我清空 1234 清空 清空的話就是把 裡面的資料 丟一個空字串進來 清空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有沒有 這裡面的資料清空了 最後的話呢 因為 下一筆記錄呢 會先從 這邊開始 所以我這邊在 希望把游標 有沒有 停在這裡 Test1 有沒有 Testbox1.setfocus 以游標放在這邊 所以你會發現 執行這一行 欸 有沒有 游標 它就自動 幫我放到這裡 來 就完成一個cycle 所以如果說 我希望呢 能夠再執行下一個 下一筆資料的話 把這個 拿掉 好 然後輸入什麼 輸入 BBB好了 隨便輸入一個 89 隨便輸入一個成績 新增 有沒有 又一筆了 然後呢 再什麼 CC Enter 新增 又一筆了 一直下一筆 下一筆 有沒有 你會發現 甚至可以不需要離開 那個鍵盤 一直輸入就好了 這樣還蠻方便的 但是 會有幾個地方 可能還可以更好 比如說 如果現在它沒有輸入 比如說它可能 只有輸入這些成績 這個沒輸入會怎麼樣 其實應該還是OK 不過呢 會變成怎麼樣 這個沒資料 不對啊 沒有人 可是卻有資料 這過來的 不行 所以你要怎麼警告它 如果沒資料的話 或者第二個可能性怎麼樣 假如說它有輸入了 比如說輸入資料 但它輸入的資料是什麼 輸入一個什麼 100分好了 比如說100 這樣好像也不OK 可是如果我現在沒有防呆的話 你會發現愛新增會怎麼樣 程式會錯 為什麼 因為你轉型的時候 100轉不過 卡住了 程式就會壞掉了 所以呢 第二個你可能會需要判斷什麼 它輸入的資料 是不是一個數字 第二個需要判斷的 第三個要判斷就是 它輸入的數字 是不是0到100之間 有三個房呆 那怎麼樣 針對這三個地方 去做房呆 我想等一下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請各位就是 剛剛的程式 因為這相對的比較難一點點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基本上就是啟動表單下面這一行 如果說你沒有把握的話 程度可能沒有馬上一下跟上的話 你可以先拿這邊的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基本上邏輯不會太複雜 主要是你們要熟練 因為這些東西 盡可能的不要死背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直覺的 程式它不是要你去硬背的 你要怎麼樣去針對你實際上 可能工作上面有流程 你可以去做一些修改 那這些程式怎麼來的 都是直覺的 看到畫面上需要什麼 我去給它對應的程式就好了 那其實主要是做控制 控制什麼 控制我輸入的資料要填到哪邊去 有沒有 資料從這邊帶到另外一邊 其實我發現同學 尤其是學VBA的同學 常常都會有一些盲點 就是說 資料其實帶來帶去並不困難 但是好像熟練度不太夠 常常搞不清楚程式 怎麼樣把資料從 比如說textbox轉移到 我們的sales裡面 出存格 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其實就把資料從後面帶到前面 就ok了 試試看